两周之内,为了文旅产业万达两次官宣,足见王健林对文旅产业的重视。 昨晚万达集团官方公告再一次明确,虽然融创收了三个万达城,但是万达还是要做文旅,还有一系列万达城在洽谈。 这一次万达说得更明白,上次虽然把万达城给卖了,但是规划,建设和管理还在万达手里。 这次将原文旅集团和13个文旅项目的设计、建设和管理公司也都卖给融创。 昨晚同一时间,融创发布公告称,融创中国与大连万达集团签订买卖卖卖,就万达集团入该文旅项目部分进行收购,总共分为三个交易事项。 交易事项完成后,融创将使用暗达文化管理100%股权,还将终止原商业安排。 这一交易总代价,约62.81亿元。 两位地产大佬默契,都完成了一宗大交易。 01,在不久前的10月16日,一则《王健林要彻底告别文旅记物》的报道写的有鼻子有眼。 一时几几千层浪,对于一直以来颇为重视的文旅板块。 老王真的下定决心要告别吗? 仔细看看万达的两次官宣。 答案,一目了然。 万达两次官宣,都明确宣布自己要坚持做文旅。 昨天的公告趁,今后万达将继续发力投资文旅产业,重组文旅规划院,文旅建设中心和文旅管理公司。 看来,万达的文旅魂依然在,公告不长,但每句话都非常用分量,信息量极大。 万达今后将本着重资产、清机产两条腿走路的防阵,继续投资正在洽谈的一笔万达文化旅游城项目。 其中清资产万达承担选择包括融创在内的多个投资方进行合作。 核心表达是什么? 文旅产业持续发力。 重资产、清资产两条腿走路,这正是王健林操盘文旅的一贯路径。 林二王健林从来不说妄语,公告中提到继续投资正在洽谈的一批万达文化旅游城项目,也不是空口收白话,而是有事实支撑,案例颇多。 比如,2017年8月份,万达集团宣布要在甘肃省兰州市投资,建设一个大型文化旅游项目,同时选择甘肃其他城市新建设市各项目。 再比如,今年9月26日,万达集团与延安市政府签订延安万达红色旅游小镇项目合作框架协议。 最近的10月22日,万达集团与贵州尊义市人民政府签订绿合作框架协议,拟开发建设万达红色文化旅游项目一个万达广场两个。 这些信号,也都在证明万达加快乐新闻旅项目落地的步伐,尤其是今年9月28日,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王永康,在西安会见王健林。 王健林提到,万达将与西安加强沟通,在项目规划、设计等环节体现差异化,与现有大型文旅项目错位发展,展示好想西文化、西安测色,推动旅游与文化、商业、体育等深度融合。 分析这次谈话,释放出两层意思,第一层,万达集团将写首席安市共同打造文化旅游精品项目,另一层则是说,要与现有大型文旅项目错位发展。 联系到万达的发展定位,可以得出精准无比的结论,即万达不仅要在文旅产业上坚定而稳健地走下去,还要错位发展,走得好,走出特色,走出高质量。 事实上,文旅产业的市场竞争激烈,度正在不断提升。 华侨城、雅居乐等已在文旅地产投资多年,变会员、复兴集团等已计划加大投资,而融创进入文旅的决心向来简单直接。 融创中国董事长孙宏斌,在中期业结婚上表示,融创投资的文鱼、旅游,实际就是石河远方。 融创近期在文旅产业上动作频繁,文旅领域越发有噱头有看头。 占照判断,万达作为中国最早进入文旅产业的先行者,而且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令人仰慕成就,于情于理,都断然不会放弃文旅这一前景看好的板块的。 万达集团此前终有一句话横打眼,今后万达将继续投资文旅产业。 其下文旅集团还文旅规划、建设、项目管理部门将继续作为万达的重要产业集团永续发展。 永续发展,这次各自有力度、有张力,相及了老王的画风。 03,以站长这两年对万达的观察,万达在文旅项目的设计、建设和管理方面均有心得,他们的经验已经系统化、制度化。 在这方面,万达不仅可输出价值,还可输出价值观。 建长认为,万达以后极有可能扮演两种角色,除了在文旅领域深奥,还会发挥文旅项目孵化器的巨大优势,输出相应的文旅模式,为国内文旅叶板融不断注入动能。 所以,你要听网上传说,王健林彻底告别文旅刹业,那一定是鬼话。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